早晨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三的早上 隔夜美股沒甚麼動動 不過恆指昨天升穿29268收 在我心目中突破了3、4、5月以來 橫行區的頂部確認 首次確認 今早恆生指數休息一下 不過你記住休息不是問題 最緊要維持29268樓上的話 繼續看30,100點 吉里175越來越多好消息 較早之前和凱爾在門店銷售極黑新車款 接著隔夜和百度合營的雜道汽車 2022年會有新款車款概念車上市 今天早段已經升半成 企穩20看22 企穩22看25下 有貨朋友繼續持有 好了 谢谢观看